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我们常常是这样子被鼓励的 那我讲一个小故事 如果你很努力你就会得到一个奖励嘛 好 影片中提到啊 那他说这很有可能不是真的 但我们还是引用这个故事 就是当时英国在统治印度的时候啊 这个德里有很多的眼镜蛇 英国为了想要解决这个眼镜蛇的问题嘛 所以呢 他就希望大家一起来做这件事 所以如果你抓到一只眼镜蛇呢 我就给你一笔钱的奖励 哦 所以我努力抓就会有很多钱就对 对对对 所以就希望奖励大家 很努力的去抓眼镜蛇 然后我们就预期这个眼镜蛇的数量会下降嘛 那希望让这个城里面就是没有眼镜蛇 让大家是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 但是呢 这件事情就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就变成呢 大家为了想要得到这个奖励 所以从开始抓野生的眼镜蛇 眼镜蛇 眼变成呢 用抓的太难 而且呢 太慢了 所以我干脆呢 就来养眼镜蛇 哦 是 把它养大了之后呢 我就把它拿去交 交了以后就可以领到奖励 领到钱 那有一天当英国政府决定 我不要再做这个奖励的时候呢 这时候大家为了想要得到奖励 哎哎哎 家里养了很多眼镜蛇啊 可是你这个眼镜蛇已经得不到奖励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 我还会继续养它吗 不会 不会 所以就要怎样 放生它 结果一放生呢 哇 比一开始得力原本有眼镜蛇的状态还要再更严重了 所以这个我们一开始说的努力工作之间的关联是什么 它要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哈哈哈哈 就是当本来是一个奖励 可是呢 它却会导致到我不要的结果的时候 这种不当奖励的手段啊 反而会加速 或者是反而会增加 我不想要这个结果的可能性 或者是使这个结果更恶化 嗯 这个不当奖励是指 因为我用钱想要去减少这个眼镜蛇的数量嘛 那跟我们一开始提到的 关于努力工作这件事情的观点在哪里 哦 这个在台湾社会有一个不当奖励的现象 是 是加班啊 我过去在一个 其实是因为公司的业务量很大 嗯 是业务量是真的很大 所以呢 常常 嗯 同仁们为了想要完成自己的工作 我会需要留下来加班 但是呢 我也遇过 有一些人 他明明可以在工作时间内完成的 他就是用一些方式 使得他的工时必须要延长 比如说 他本来明明可以五点钟下班啊 但是他应该要工作的这个期间 他没有确实的在完成他的工作 所以他可能变成要 七点下班 八点下班 九点下班 嗯 好 甚至呢 诶我当时 我因为为了要完成我自己的工作进度 所以呢 我礼拜六早上去加班 就是你知道我 就是一到五我做不完 我礼拜六必须要去加班 完成我当周的工作进度 但是我又遇到这个人了 哈哈 那你说他在公司里面 是不是也都很确实的在做他该做的事 我自己的观察也是没用 所以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奖励 但是没有达到公司期待 或是想要的效果 所以我们这种鼓励加班的这种文化 会造成一种 呃 大家都在比 不是比成果 是比看谁加更多班 当然有的时候主管他可能没有办法说 他随时都能够观察到每个人的工作状态嘛 但是公时确实是提供了一个数据 让公司来评估这个人 他是不是在工作上有付出相当的努力 但因为我们强调 或者是我们过于重视这种努力文化的情况之下 大家就会想要营造出这样子的观感 嗯 对 他不一定是一个假象 当然有的时候他可能是薪水淘汰 但有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因为他想要营造这样子的观感 为什么我们会想要营造这样子的观感 你觉得呢 对于我们为什么会被塑造成要努力啊 为什么我们被教育成要努力 是不是因为努力对我们这个人来讲 他是加分享 无论在什么时候努力都成为一个正面的效果 他会让我们感觉是一个更好的人 使得我们希望呈现出一直很努力的感觉 确实在很多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会 对于看起来努力的人有一种正向的观感 也有很多时候会把这个人很努力 跟这个人很有道德画上等号 就绑在一起 这在我们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影片有关 他里面也有听到 这个不管在任何的文化里面 好像都有这样的倾向 嗯 对 那这个影片 在这里推荐给大家 对 他的英文是 Does working hard really make you a good person? 我听起来蛮合理的 他中文直翻 就是工作努力真的会让你变成一个好人吗? 或者是看起来你就是一个好人 是吗?是这样子的吗? 所以他有一个背面的潜在没有告诉你的事 我们普遍社会会觉得你只要努力工作 你就是一个好人 我觉得对于像我们刚刚说的 这件事情看起来是很合理的 因为我努力好像就可以带来一些成果 所以我应该是一个更好的人 或者是努力是不是就代表我们付出了什么 奉献的什么东西 所以我在道德观感上 我就是更加愿意付出 更加愿意牺牲的人 会不会是这样 他会让我们显得是 更像是一个好人 是这样吗? 他里面有提到就是 好像我们会因为这一个人 他愿意努力 或者是他在这个工作啊 求学啊 就是他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所谓的态度上 好像是一个愿意付出 愿意坚持 愿意牺牲的人 我们会有一种选择倾向 我想要选择跟这样的人成为伙伴 或者是伴侣 就是partner啊 那这个partner可能是 romantic的partner 就是你的伴侣嘛 那也有可能就是你的队友啊 因为我们合作伙伴 一起工作的人 我们希望跟一个努力的人成为partner 我自己会有一个疑问 如果他只是看起来很努力 maybe可能是他用错了方法 或者是可能他就是没有这个天分 他不太适合做这件事 我有遇过很多人 他确实不太需要看起来working hard maybe他只是很enjoy 但他总是能够把事情做得很好 我这样听下来 感觉是这种 鼓励努力工作文化 让你并不是相当有热忱的人 或者是不是有这方面天赋的人 都能够透过努力 而达到平均的效果 他让我们去忽略了 其实我们潜在的这个天赋啊 应该可能在其他地方 而我们是没有去追求这个 但是我得到更多的正面的肯定 所以这个正面的肯定 让我去放弃去追求我真正的天赋或兴趣 也许是耶 因为我觉得这是潜在的一种可能是 就是不当诱因嘛 对 maybe有 不当的激励 对对对 就是比如说 有个小孩 他可能有更好的天赋在其他的部分 也许没有那么适合念书 可能六成 可是因为他working hard 就是努力的念书 可能可以在成绩上取得大概八九十分 六七十分七八十分喔 可是 欸 他很努力 他很棒 所以他不断的 得到了正面的肯定 也被奖励 然后他觉得 欸我只要这样做 我就可以得到奖励 或者甚至除此之外 我还可以得到其他的好处 对 但也因为这样 呃 没有促使他 或者是他的老师 他的家长 就是在他年幼时的带领者 呃 陪伴他去找到 可能更适合他的天赋 呃 或者是更让他能够enjoy在里面的 而不是真的只是working hard 所以我们对于这种 努力等于 这个人是好人的这种想法 或这种观念啊 他会扼杀了我们 在追求其他可能的这种动机是吧 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蛮大的可能性 然后再者就是 如果大家只是注重说 呃 人是不是很努力 对而不去在意那一个努力之后 到底是什么 有没有另外可能是 呃 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我的兴趣 所以我 我 比如说我本来就擅长这件事 不用谈到兴趣喔 兴趣是另外一个课题 我本来就很擅长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总是如鱼得水 可以在短时间内做完这件事情 但是因为鼓励这种努力工作的文化 让我更快的完成 却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 使得我会呃 心里有所不平的 有啊 你小时候有没有写过考卷 哈哈哈哈 我有写过考卷啊 谁没有写过考卷 对对对 如果一 老师给全班同学一个小时写一张考卷 对 然而你二十分钟就写完了 你会得到什么结果 我会得到 我会得到一张新的考卷 耶 再来两张 再来两张 蛮好的 哈哈哈 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 就是说努力的文化嘛 努力文化造成的伤害 我们也看见了 就更多人将他的青春啊 岁月啊 放在工作上面啊 而不去 不去投入在他的兴趣啊 跟爱人跟家人之间陪伴上面 就是我们可能牺牲了很多其他的部分 我们可能牺牲了 我们可能可以创造的其他的 其他价值 比如说追求像我刚刚说的 如果这件事情你 始终没办法更有效率的做 是不是你的兴趣跟热忱在其他地方 而因为这种鼓励努力的这种文化 让你得到的好处是在这当中 受到了肯定 甚至还有受到肯定的升迁 让你觉得 你就是很适合这件事情 而不去把你真正的热忱给找出来 不是真正把你生命的价值放在 你应该要做的事情上面 我觉得有某部分的潜在的这个是存在的 哇天哪这种华人的奴隶文化 对我们的伤害 对整个社会的伤害 对整个社会的伤害 对整个社会的序号带来的伤害好生啊 影片中有提到 不只是单一文化有观察到这样子的状况 但我相信这一个 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这里嘛 所以我相信这个 这个华人文化的这个部分 确实是蛮深厚的啊 对 不过我也想要听听你的想法 是关于家庭里面也是一样 嗯 在家庭里面 不是有没有想 有没有想到 或者是 有没有看到过 什么样家庭状态下的这个不当奖励 家庭 我想你指的不当奖励是指说 我们对于努力这件事情的过度推崇 使得 只要看起来努力一切都OK的状况 是吧 或者是我们就是只要你努力 我就 我就奖励你这个行为 嗯 我看到的反而是另外一种状况 是 过于努力的过度追求或是吹捧 使得 人们不敢放松 那这件事情对现代的社会来讲 反而是造成压力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因为好像是我在 我应该努力的时候 我去做了放松的事情 例如说大家都在工作 实验室的大家都在工作 我选择出去玩 很有可能是因为我的 我的进度已经到了 但这件事情就会 好像是我应该 背负着压力再去玩这件事情 这个是在实验室里面 在工作场合里面可能是这样 在家庭里面或许也是 也就是我们 对于 玩乐这件事情 特别是平日的玩乐 这件事情的某种偏见 好像是礼拜六 礼拜日才能出玩 好像是长假才能出去玩 而如果我选择请假出去玩 这件事情 好像变得不那么的容易被认可 所以或许它带来是这种 那当然它只是在 出去玩或是放假的选择上面 另外还有我的休闲时间 我零碎的休闲时间 还有我能不能早点完成工作 早点下班 这个其实都是 我如果没有表现得很努力的话 我带来的就是 好像不是那么正面的外在形象一样 所以我可不可以解读是 如果你今天要朝向你的目标 你更应该要朝对的方向 而不是你只是很努力的在做 或是很努力的在跑 然后你跑错方向了 你就是很努力 因为我的过程中很努力 但是你始终不会达到你的目标 所以如果我们的社会过于重视 这个努力的文化 我们就会把我们的精神跟时间 只是消耗在 关于看起来努力这件事情上 而不是真正的去创造 我们想要的价值或者是意义 对啊 而且也会让我们失去很多 我们生命当中更加宝贵的事情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你应该去找到自己的兴趣 你应该跟自己的家人 跟自己的爱人相处 而不是单纯的 因为努力给我带来正面的形象 而去追求那个正面形象 即便这个正面形象 不是他人建立在你身上的 你都会去盲目的追求你心中 那个正面形象 而盲目的去努力 这件事情会让你的生命变得很可惜 因为你只是单纯的在努力而已 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有趣 那我也相信这后面有更深厚的 学术的基础跟研究 所以邀请大家一起去看 这一个TED的影片分享 那么也欢迎大家下次继续 去跟我们一起来看TED的影片做讨论 所以就如同我们一如既往的一样 邀请大家呢 到我们的官网上面去看更多内容 那尤其呢 还有要怎么样 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